嗨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我要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所有的方舟日月路第三階段的機制 老實說日月路第三階段我覺得他的機制反而是最簡單的 在一二三階段裡面第二階段的機制反而是最複雜最困難的 第三階段日月路他的攻擊其實99% 非常大的部分都跟前面兩個階段的攻擊是一模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在這個階段會有三個天氣的轉換 剛進場的時候一定是白天 我們要做的是在戰場上我們會看到很多的種子 白天的時候會有綠色的種子跟火焰紅色的種子 那在這個階段所有的玩家都會被減慢速度 你的移動速度會變得非常的慢 所以會很難去閃日月路他的招式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拿綠色的種子 站在綠色種子上面一秒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移除我們減慢速度的這個debuff 那注意你拿綠色種子的時候呢 你旁邊的隊友也會同時消除掉他身上減速的debuff 所以如果你隊友在附近的話呢 可以一起靠近綠色種子一起吃 效用會來的比較大 那紅色種子是幹嘛的呢 紅色種子盡量不要去碰他 紅色種子你只要踩到他之後呢 他就會放一個圓圈型範圍的火焰爆炸攻擊 所以如果打的比較專業一點的話呢 有些人會故意去引爆那些紅色火焰種子 這樣我們其他輸出的角色在輸出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容易誤踩到爆炸種子 所以一般都是奶媽或奶爸 他們會去踩那個紅色的種子讓他引爆 那記得踩的時候呢 旁邊不要有其他的隊友 不然就會波及到其他隊友 在白天呢還有一種滅團機制 日月路會跳到場地的中間 然後會集氣集的非常久 這時候呢你會看到場地上有一顆黃色的種子 他大概會給你8秒鐘的時間移動到那個黃色種子上面 注意這邊8個人都要站到黃色種子上 如果有任何一個人沒有站到黃色種子上面的話呢 就會全體滅團 那這個滅團機制是只有在白天才會出發 好這邊看到日月路跑到場地的中間 然後對著場地的中間繞一圈 這一個畫面呢就是代表他是要轉天氣了 這邊看到轉的是雨天 那他不一定是轉哪個天氣喔 他有可能白天轉白天 就是一樣的 也有可能白天轉雨天或白天轉晚上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轉哪個天氣是不一定的隨機 那在雨天所有玩家負面的狀態 就是會一直持續的減血 那要怎麼下達這個負面狀態呢 大家會看到場地上會有藍色的種子 像這個樣子 那大家可以一起站過去 站上去之後呢 他會出現一個小的防護罩 在防護罩內的玩家就會把身上 持續減血的狀態消掉 那大家注意看場地上會有綠色種子 如果有人誤踩到綠色種子呢 就會有一個圓形範圍內的 所有人都會被石化 那其他的隊友就要趕快 用攻擊次數比較多的技能把石化解掉 所以雨天的時候拿藍色 然後不要踩到綠色的種子 那在雨天呢 一樣有全隊滅團的機制 那跟剛剛白天的時候很像 就是日月露會跑到場地的中間 然後他會開始集氣 當大家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呢 我們要找的不是黃色的種子 我們這次在雨天要找的呢 是藍色的種子 就是剛剛我們吃掉 有解狀態的那個種子 然後大家一起站進去 就會安全的躲過 好這邊日月露又換天氣了 那最後一種天氣呢 就是晚上 在晚上呢 我們所有玩家的視野都會被限制的非常小 那這時候場地上會有藍色跟紅色的種子 踩到紅色種子呢 像畫面上這邊看到的 他會跑出一個火圈 這時候我們玩家站到火圈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暫時的把視野打開 那這也是所有玩家都可以一起吃的 所以記得如果你看到紅色種子的話呢 PIN一下 讓大家知道那邊有紅色種子 大家就會一起過去吃 那剛剛大家也看到 場地上會有一些藍色的種子嘛 那記住在晚上的時候 踩到藍色的種子是壞的喔 這時候踩到藍色的種子 會跑出毒霧 所有站到毒霧上面的玩家呢 都會開始持續的扣血 而且減的血是非常多的 所以這時候大家記得不要踩到藍色的種子 好在晚上呢 一樣日月路會跳到中間 然後開始集氣 這時候呢 我們要找到場地上所有的蘑菇 記住小地圖這邊其實是看得到蘑菇的位置的 那你猜的沒錯 如果你漏掉任何一個蘑菇的話 就是全體滅團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蘑菇全部吃完 好最後一個滅團機制也是最麻煩的機制 這個是最難的機制喔 這個機制不管在哪一個天氣 都有可能觸發 而且速度還非常的快 然後這月路也不會跳到場地的中間 讓你有時間準備 當這月路開始頭朝上集氣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他的腳下有太陽標誌 或者是月亮標誌的時候呢 就表示他觸發這個機制了 而且你還會看到你的角色頭上呢 會有月亮的標誌或太陽的標誌 那這時候頭上有標誌的玩家呢 要靠近站好 因為他們的腳下將會有兩個安全的區域 每一個安全區域只能站四個人 如果超過一個 或者是沒有站到圈內的人 一樣就是直接死亡 那為什麼兩個人要站的比較近呢 原因是因為如果這個圈有五個人的話呢 方便第五個人趕快移動到另外一個 只有站三個人的那一個圈圈裡面 所以頭上有標誌的玩家呢 最好都往中間靠旗 好以上就是日月路第三階段的所有機制啦 其實大家只要記得 在白天的時候呢 你要拿綠色的種子 然後不要踩到紅色的種子 觸發滅團機制的時候呢 去找黃色的種子 小地圖上面會顯示 然後在下雨天的時候呢 我們要拿藍色的種子 不要拿到綠色的種子 然後觸發滅團機制的時候呢 我們要找藍色的種子 最後在晚上的時候呢 我們要拿紅色的種子 不要拿到藍色的種子 然後觸發滅團機制的時候呢 把所有的香菇全部拿完 香菇的位置一樣在小地圖上面會顯示 那最後就是最難的 在其中兩個隨機的玩家 頭上會有標誌 那兩個玩家會跑出安全圈 那一個圈只能站四個人 好啦那也祝大家都能通過日月路第三階段啦 那如果你覺得我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分享 訂閱把小鈴鐺打開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Discord頻道 一起討論一起組的這個遊戲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再見 掰掰